大家好,我是阿兰 放了几百条鱼苗 在山里面的一个储水池里面养 已经有一年了 现在年底将近 我带了一床这个撒网 过去准备撒几网 看一下鱼长大了多少 还剩下多少条 现在我们就出发走吧 就是这个储水池了 为了一些青草这样子 现在下面好多青草 我们现在先把这青草打捞起来 然后才可以撒网下去 水位非常的下降了 好,用这个来打捞 不知道还有没有余剩在里面呢 有一些难捞了 捞不上来 直接用撒网 等一下撒网把它捞上来吧 撒几网看一下 最重要的是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余剩 好久没撒网了 忘了,应该有一年多了吧 哈哈,这鱼也不知道长了多大了 这鱼也不知道长了多大了 拉上来看看有没有货先 第一碗没有撒到 因为下面的这些炸草 好,太多了 继续撒 难道里面没有货呢 也不一定啊 地方太小了 撒不开啊 老太快 先吃点 遍 拿到 放起来 鱼 水位 还是没有货 这网撒得开一点点 看一下怎么样 搞了一条鱼 还这么小 我们过来看一看 看一下 鲤鱼 鲤鱼吧 现在头这么大 现在再撒凉碗看看 因为下面这树杂太高了 但是山里面的水汁又不能把它全部放干 放干的话 平时需要用一点水的话就麻烦了 因为这种除水汁 它是靠天上下雨下来积在里面的 如果全部把水放干的话就麻烦了 再撒几碗看看 最往又弄到一条 还是小的啊 看一下一年多了 还是手指这么大 直接就掉下去了 难道鱼一点都不长大吗 看一下这个网是一个手指的 是一个手指的 然后再撒凉碗看看 好像又弄到一条了 去年放的时候鲤鱼鲤鲤鲤鲤鱼 但是今天来撒网的时候 感觉好像都上鲤鱼 比去年大可能一点点 不过基本上不喂什么东西 这就尴尬了 放了鸡排鲤鱼 然后现在捕上的都是这些小鱼 难道真的不长大 去年放的鲜鱼有这么大 然后鲤鱼也有两个手指这么大 可能原因也是下面树渣 还有这些有时我进山里面来嘛 割这些草放在里面 可能这些草的根部在下面有些卡住了 撒网撒不下去 但是现在人下去是下不了 因为这里太陡了 没有这个楼梯根本的不可能下得了 再撒一网看一看 如果再搞不到货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可能下次的话就另想别的办法过来补牢看一看了 人家是打鱼过年 我们来打这么小的一条鱼 这么小这么小 这怎么过年呢 我们来打开 这下搞到一条大一点点了 这条长大了很多 这条估计它贪汁一点 所以它才会大一点点 去年来放的时候 没有这么大一条鲫鱼 鲫鱼是有这么大一条 但是今天没有撒到鲫鱼 还有鲫鱼也没有碰到 这条鲫鱼估计在下面 投资的比较厉害 所以说它就长大了一点点 但是没有这么大一条怎么吃 鱼下面肯定是有 但是没有撒到 因为撒完的时候全部都是撒在中间 可能撒一次两只之后 鱼全部有在边边 我估计90%的原因就是下面这树杀太多了 杀网的时候网不到底漏了 然后它就会跟着网底直接走了 难搞了今天真的是尴尬了 有一些搞笑 放一年多的鱼 竟然两个手指这么大 一个手指这么大 看来还是要多喂一点食物 平时的话有时间要带一些玉米啊 或者是一些专门鱼料拿来喂它 它才会长大 但是那些喂的话就吃起来感觉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连续撒了好多网都没有碰到大鱼 鲤鱼还有鲜鱼估计大 因为鲜鱼特别的难补 因为撒下去的时候这些下面的这些树渣什么都有山里面 平时这里这些树渣干的时候它会风吹过来掉到这个出水池里面就没有办法 哎呀就搞到两个手指最大的一条 想想办法再带别的普遗工具过来再想办法看一下有没有大货 现在就洗一下这个扫网就出山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